依之国股推荐是中铁390 经济日报投资业话早选选原因是 内地2月份制造业采购经历指数PMI数据转强 分行业体的话建筑商务活动指数是60.2 按月上升3.8 并且连续两个月回升 随着内地加强稳增长力度 基建投资会继续充当2023年的增长引擎 股份留意中铁 根据繁博综合串商预测 中铁2022至2025年 盈利年符合增长率是42.1% 比2017年去到2021年的18.5%是高 而彭博预料 中铁今年的市盈率是2.9倍 远低过过去10年平均6.1倍 配合盈利与其增长加快 中铁具有追落后的概念 策略上有货者可以继续持有 目标是5元 未有货的话可以等到4.3元就吸纳 跌穿4元减次 根据彭博综合串商预测 中铁金铭两年的预测息率 分别是6.2厘和6.9厘